百貨公司外這名藍衣富人行徑詭異 不斷東張希望環顧四周 等到四下無人之際就突然走進攤車 郭美多久走了出來 坐在一旁的座位大搖大擺點起鈔票 而手中的三千元就是他行切的戰利品 趁著店員去開會 讓妾嫌有機可乘 當時女店員就把皮包放在攤位裡 不過因為攤車無法上鎖意外遭竊 調閱監視器一眼認出小偷就是附近的街友 女店員趕緊報警 說買午餐時 發現皮夾只剩十元硬幣 還說曾經給這名街友東西吃 沒想到卻對自己行切 警方尋現逮到這名女街友 變成是因為肚子餓 錢都拿去買東西吃 讓店員大嘆 真心換絕情 事發後 女店員向老闆蘇苦 索性之後有順利逮到小偷 東區百貨推出攤車新花樣 打算利用一坪左右的小空間 創造大業績 如此新興的攤車經濟 要是一個不留意 就怕辛苦錢全都落入竊賊手裡 記者佳明夏君臣 台北報導